哈囉,大家好,我是Kelly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囉 開箱這個 Yeah Let's go 大家好 現在我們要來開箱MacBook Air 金色的方法 Yeah MacBook就是那麼難開的 好,打開了 你怎麼這麼輕啊 我的MacBook Air 主角 OK 這就是我的MacBook Air 金色的版本 自己進入 這個跟前幾代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變美啦 它從白色的框 白色 變成金色啦 我最喜歡的金色 嗯 而且你看它的螢幕 也 沒有白框啦 嗯 而且它就有了像跟那些MacBook Pro一樣 就有了Touch ID 就是Touch ID 嗯 我之前在用的就是MacBook 12層 2017 這跟我MacBook 12層有什麼不同呢 嗯,最大的不同我就覺得它的螢幕就變大了 因為就是13吋的 嗯,還有呢就是 它的Touch ID 也是 進化版本 所以就比較好打啦 嗯 你不要靜音啦 不要靜音啦 所以 你不要安靜啦 不然以前 嘎嘎嘎嘎嘎嘎嘎 兩次很吵 好 而且呢它的Touch ID 現在哦 就跟平常的Window Laptop 就有一點不同 就 嗯 它就比較好按哦 同時哦 來 它也可以這樣 滑來滑去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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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這樣可以 換進來 換進來啊 滑來滑去 嗯 同時哦 它的Touch ID 也是很好打的 你看它的聲音 就沒有像 嗯 其它的Laptop這樣 就像 shakaram khukłam 嚎嘴嘴嘴嘴嘴嘴嘴 而且我之前 再用MapX12層的時候 上課也是いる 我的同學就會看著我 ueuit成驢喔 今天發了這個 就 比較安靜啊 按響很多 嗯 呢 同時它的CPU 也是不錯了 就是現在再用這個 i5 processor cpu呢 就剪片很快 アップロードけ 很快 而且就不会遇到像window laptop的感觉啦 还有呢就是 它的Soundbar之前在MacBook的时候 就是不是在这里啦 现在就因为它变狂啦 所以它就有两边咯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音响吧 它的音响肯定是比市面上很多的window laptop好很多啦 我们可以开开我们的自己的YouTube 我们自己的original soundtrack 来试试看它的音响 好大声咯 音响不错咯 好大声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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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就可以看到它的音响很好啦 嗯 最后 大家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记得点阅 或者订阅点赞 分享留言 记得开启小铃铛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见 再见 再见 так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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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